哈囉 各位 歡迎來到財造Channel 我是阿財 那今天這期影片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之前有些版友跟朋友問阿財說 阿財啊 你是怎麼選擇科技股的 有沒有一些小撇步 小的步驟可以告訴我們 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今天阿財就主要針對這個議題 然後用簡單的幾個步驟來告訴大家 阿財是如何選擇一家科技公司去瞭解他 當然這個步驟很少 看似很少 但實際上要花很多的時間 如果你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一定要看到最後 好 那阿財選股當然有很多個步驟 有N個步驟 那當然我今天簡化了三步驟 我叫它三大調查 第一個 身家調查 第二個 員工調查 第三個 技術調查 那這時候有很多朋友說 阿財上面有寫一個看財報 那財報啊 其實非常複雜 不是像我們想像的財報一出來就是 跟我們的分析師啊 跟預期啊 是有沒有比預期好啊 或者是未來展望怎樣 其實要看的東西非常的多 其實有時候看財報 可以了解一下公司它未來的佈局跟規劃 所以看財報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你還要對比 同樣的不同個行業的競爭者的財報 去看一下各行業的佈局 所以以後啊 阿財如果有機會 會再出一期影片 是教大家說 或跟大家分享啊 這個財報我們應該要怎麼深入去看它 好 那今天這期影片主要針對這個 選股的三步驟 三大調查 那我一樣 我給大家 用一個非常非常大家非常喜歡的例子 就是台積電 因為之前啊 我在前幾支影片裡面啊 有分享到 如何用很簡單的財報 去創造一個非常簡易的估值模型 然後呢 去預估一家公司 12個月後的目標價 然後呢 我發現大家都蠻喜歡台積電 我這個舉例 所以我這次一樣用台積電來舉例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選擇一家科技公司做投資 我們應該要怎麼開始 好 那這是我個人的分享啊 如果對各位有幫助啊 那當然是最好的呢 那台積電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歡 不管是台股的朋友還是美股的朋友 有投資半導體的 應該都聽過他 他是一家做半導體製造的一家公司 那首先啊 第一步 身家調查 身家調查是不用說 如果有在關注台積電的朋友 一定知道我們台積電的創辦人是誰 是張宗謀先生 那當然現在啊 張宗謀先生已經80幾歲的高齡了 所以他現在已經基本上趨近一個退休的狀態 他呢 交班給兩位人是他的接班人 好 有兩位CEO或者兩位董事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去看一下 這兩位董事他的學經歷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管理層 所以這裡的身家調查指的就是 這家公司的管理層有誰 好 那我們看一下現任董事長劉德英 那這個人啊 可能大家沒有那麼熟悉 我們看一下他的學歷 好 他學歷是台大電機 後面去UC Berkeley 讀了這個Computer Science的碩博士 所以在學歷上面啊 很優秀 是一個技術出身的 然後待過Intel 跟我們的AT&T貝爾實驗室 那這裡有些小伙伴 不太知道貝爾實驗室是什麼東西 貝爾實驗室啊 非常非常的牛逼 貝爾實驗室啊 出過非常多個 諾貝爾物理獎的這個獎項的人 所以貝爾實驗室啊能在裡面 擔任研究經理啊其實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研究人員 那這邊插一個題外話 如果是投資一家科技公司的話 阿財個人啊會比較喜歡就是說 這個不管是創始人或者CEO或者管理層 如果是技術出身阿財非常喜歡 阿財覺得一家科技公司 由技術出身的這個管理者來領軍 這個還不錯 因為有時候技術出身跟財務出身 他們的想法 理工男啊跟我們的文主男啊 其實不太一樣 有時候對於一個誤 一些事情的看法會不太一樣 所以這裡的現任董事劉德英是這個技術出身 阿財覺得不錯 非常好 然後再來我們的現任副董事兼總裁 魏哲嘉看一下學歷交大電機 之後去耶魯讀電機博士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個我們所謂的工科男 也是一個技術出身 曾經在德州儀器 我們的TI的研發部門 又去了義法半導體 又去了特許半導體 擔任研發副總 所以基本上他的學經歷也都是非常屬於這個技術的出身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符合阿財剛剛講的 如果是一家科技公司 阿財個人會喜歡這個 我們的這個董事或者是CEO是技術出身 我們可以看一下AMD的Suma 或者是這個NVIDIA的黃仁勳 很多都是技術出身的 所以阿財非常喜歡 好 那再來阿財會看一個人 叫做財務長 因為其實財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說一家公司管理的好不好 除了管理層可能對技術很有執念之外 我們的財務也要控制得好嘛 那我們財務長黃仁昭 他的學歷是政大統計 後來去康乃爾去讀這個氣管的碩士 那基本上這個學歷算是相比兩位董事阿 算是稍稍遜色了一點點 但他經歷也非常的豐富 他經歷在各大銀行 在美國幸福銀行 美國大同銀行 英國霸凌銀行 化學銀行跟波士頓銀行 總計阿這個年資超過30年 所以看到他在各大銀行工作過 所以他在財務方面的這個理解應該也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身家調查完之後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還可以繼續看CTO 我們的技術總監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主要的要職的人的學經歷 這些很多在網路上基本上查得到 那台積電的 是在台積電官網 他就有寫出他們這些人的學經歷 好 那再來阿研發人員調查 這個部分其實是什麼 就是員工調查 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公司 一家頂尖的公司 或者一家好的科技公司 他的員工都是什麼人 都是什麼樣的人 這時候就會有人跳出來問說 阿財啊 我怎麼知道他員工是誰 我又沒有朋友在台積電上班 或我沒有朋友在哪裡哪裡上班 我怎麼知道說他的員工都是哪些人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需要用到 一個非常強大的網站 叫Link-In Link-In 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的員工的一些 他的經歷 或者一些他的自傳 或他的CV 所以這時候 除了我們當然研究家公司 我們需要知道員工的 頂尖公司 我們要知道員工的一些好壞 那你就可以看 我們去Link-In上面 Link-In上面搜尋台積電 那這時候下面 這邊可以看到 就有檢視全部 13,634位員工 這個員工數量 你有沒有發現 怎麼那麼少 台積電員工不應該這麼少 只是說這些是有登記 在Link-In上面的人數而已 他當然不是全部的員工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台積電的一些職缺 還有台積電的一些總覽 也都在Link-In上面可以看到 所以其實不只台積電 當然你看 右邊有類似的行業 有美光 聯發科 艾斯摩爾 Intel之類的 很多員工會在上面 登錄自己的履歷 CV 有些獵頭公司 就會在上面找 那你點進去這些員工 裡面就會看到說 原來台積電很多的研發人員 他們都是台灣頂尖的大學的 碩博士的學歷 可能是研發的人員 或者是半導體相關的技術人員 或者是IT領域的相關人員 他們的經歷都是非常的不錯的 至少在學歷上面是不錯的 而且在這上面還可以看到 這些員工他們擔任台積電 什麼樣的職位 比如說可能是項目負責人 或者是project leader 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在上面看到 非常多的資訊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填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那我們可以知道 基本上也符合我們說的 台積電他在他的自己的 企業報告裡面有講過 說台積電主管跟專業人員 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的同仁 佔八成以上 所以一家頂尖公司 擁有頂尖的員工 頂尖的學歷 很好的學經歷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人員調查部分 也是非常好的 PASS 再來第三部分 也就是各位可能會花 最久最久時間的部分 也就是技術調查 那技術調查 在這邊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專利布局 一家好的科技公司 基本上不管你是看 美股五大神獸 FAMG 或者是非常多的半導體巨頭 基本上他們對專利 都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 所以他們會佈局非常多的專利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基本上每一年 都會發表很多專利 去申請非常多的專利 因為專利布局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尤其是有沒有侵權 常常看到 聽到蘋果 一下告三星 一下告高通 侵權 這就是專利布局的重要性 所以專利 雖然不能完全代表 這家公司 他技術的好壞 但是呢 至少我們說 如果他有在做專利布局 那基本上這家公司 起碼 我們說最淺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在水面上能看到的部分 那是代表說 他有真正在做一些 做一些長遠的規劃 所以才做專利布局 因為我們知道專利維護 都是要錢的 不是說你專利申請過後 之後就放在那邊 其實都是要收錢的 所以專利布局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藉由Google Patents 就是Google專利 大家在Google上面打 Google專利 然後呢 你在Google專利裡面 你可以搜尋台積電的這個 英文名稱 就是這邊 台灣機體電路 你搜尋上去之後 一搜尋之後 就發現有非常多的專利 不管是US的專利 或者是說這個 韓國專利 或者是中國專利 台灣專利等等 有非常多專利的 申請的地區 那這時候啊 如果你想要看 近期年的專利的話 你可以選這邊 有Date的部分 那你可以選擇 時間段 那阿財這邊就舉例是 2019年到2021年的 這個時間段 可以看到 其實台積電啊 非常多專利 在2019 也是兩年前都有在做一個 申請的動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專利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知道說 這家公司 基本上是活絡的 那當然如果你 對這個行業更有興趣 你應該要去看看 專利的內容 看看專利的內容 那第二部分 技術調查 我們要看學術期刊 這個部分呢 就更硬核一點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可能是一個小白 不是對半導體行業 特別了解 所以有時候 你直接搜尋學術期刊 我們看不懂啊 根本就沒法了解 所以這時候 我們要看的幾件事情 那才給大家分享 第一個你可以上Google 學術搜尋 一樣我們打台積電的名字 好這時候呢 會有一樣可以選擇 我們這個範圍 時間段 你可能2017年以後 或者你想從2005年 2020年之後 來看看這些有關台積電 這個關鍵字相關的 學術期刊的發表 那這時候 你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有非常多 跟台積電相關的內容 但不一定是 有關技術相關的 這個專利 或者是這個學術期刊 很多呢 往往是一些 比如說台積電 跟一些學校做產學合作 或者是做一些 比較前沿的一些研究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像這一篇 我匡率這篇的論文 它其實在表述 講述的是說 這個 有關三星跟台積電 他們在5納米上面的一些 製程工藝的一些探討 所以這時候 你可以從這個期刊上面 去看到其他 台積電相關的競爭對手 他們有沒有做相關的專利 或者是學術的佈局 這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那我這邊 阿財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就是技術調查的總結 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這個領域的小白 比如說我們對半導體 一直是半解 完全不懂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想要了解這個技術的時候 大家可以先從一個叫 review paper的地方下手 什麼叫review paper 就是說一個半導體 它的相關技術 很多人 學校的老師 或者教授 或者博士生 他們會寫出這種 叫做review paper 這個review paper的意思就是 它會把 從以前到現在 這段時間 半導體相關技術 一些演進 或者一些學術技巧的一些 進化的過程 幫它整理出來 那怎麼知道這篇 是不是review paper呢 有些它自己會幫你歸類好 在Google的Scholar裡面 就Google學術裡面可以收到 那如果它沒有幫你整理過 那你說阿財我怎麼知道 它是review還是一般的paper 這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通常review paper的頁數會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看到 你一篇期刊 一篇論文 它有五六十頁 七八十頁甚至上百頁 那很大基於它是一篇review paper 那這不一定完全是這樣 只是一個比較粗略的一個 分辨的方法 那當然阿 如果你上Google Scholar去 就Google學術去搜尋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有時候它需要買 這個期刊的這個費用 就是說 你需要去買 才能去看到這篇期刊的完整內容 這時候就是說 如果說你家附近有一些大學 你可以帶著你的電腦 去大學的網域裡面 或圖書館裡面 去連他們的那個網域 那大部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查到 因為大部分的大學 都有買很多的這些 期刊的一些版權 所以有授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好 第二種人是 如果你稍微是有點了解這個領域 這時候 你就可以從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論文跟專利去GoGo 去查一下 我們善用Google的 Pattern Google學術 去做一個調查 調研 不僅要調研台積電這家公司 也要調研它的技能對手 三星跟Intel OK 第三個 如果你直接就是業內人士的話 那我相信剛剛前面講的 你應該都非常了解 那這時候我會建議大家 要跟同行多交流 也就是說 譬如說你是半道理業內人士 你不一定在台積電工作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可以問問你周邊的人 有沒有人是在台積電工作的 或者是說台積電的上下游 所謂上游可能是台積電的製造端的上游 比如說艾斯摩爾 或者是台積電的下游 比如說AMD阿 英偉達阿 蘋果等等之類的 去看看那些朋友們 你的這些朋友們 對台積電這家公司的評價怎麼樣 或者是如果你直接就有朋友 就直接問他 但是這個時候 像阿彩阿 有很多的朋友在台積電上班 他們很多是工程師 所以如果你直接問他說 你覺得台積電的這個財報怎麼樣 或者你覺得台積電的財務狀況怎麼樣 他們都工程師 我跟你講他們收到訊息跟你差不多 什麼意思就是 他們也看財報也是跟你同一個時間知道財報 因為他們也不是財務相關的人 所以他們也都知道的內容跟你不會差太多 可是他們有些比較內幕的消息 可能會是 這個廠房的規劃阿 有沒有新廠要建立阿 或者是說有沒有新的專案阿 那這時候阿彩就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問法就是 你可以直接詢問這些人說 最近超不超阿 忙不忙的有沒有加班阿 如果你知道他很超很加班加很多 那可能就真的是當很多吧 產能很滿載嘛 所以才要一直加班 或者是一直的動作 那當然啦 這個只是一個比較粗略的 就是你跟同行交流 因為你多跟同行交流 其實你更可以知道說 這家公司 或者側面敲擊這家公司 是怎麼樣的一家公司 那你會更堅定自己的看法 OK 好 好 最後阿彩想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想要了解一家公司 其實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當然你從管理層下走是沒有問題的 像老八 我們知道巴菲特 我這邊舉巴菲特當例子 為什麼 巴菲特非常了解銀行業的體系 包括美國銀行各大銀行 所以巴菲特本身是非常了解 銀行的相關的技術 互承核等等的東西的 可是呢 我們不要忘了 蘋果也是巴菲特一大重倉股 現在是最大的重倉股 那你覺得巴菲特很了解蘋果的技術嗎 雖然他了解蘋果的管理層 或者是蘋果的團隊 可是 他了解 iOS在做什麼嗎 他了解Mac 他了解iPhone在幹嘛嗎 裡面的相關技術 他不可能 或者是甚至不會比非常多的理工科的人懂 可是為什麼他敢投資蘋果 當然除了他的團隊 我們伯克希爾哈薩維底下的團隊 有非常多的這個調研人員 他們可能很懂 可是巴菲特為什麼敢中場 因為他可能對管理層非常的理解 他覺得蘋果這家管理層 或者這些管理團隊 他非常有信心 這是一點 再來第二種 如果你對管理層不是那麼了解的 你只能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粗略知道說管理層有哪些人 他們的學生怎麼樣 這時候你就可以試著 照阿財剛剛的下面兩步驟 了解這家公司的技術跟護城河 去比較一下 多方比較 你會發現到 你會更加堅定 最後的最後 當然是要訂閱阿財的頻道啊 對不對 阿財不定時會跟大家分享一些資訊 所以說一定要訂閱阿財的頻道 去阿財的臉書粉絲團按個讚 OK 今天這期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你的朋友 掰掰